镜头前清晰亮丽的舒子晨 全家都有近视困扰 他更曾迎800度的高度近视 学生时期遭同学嬉笑眼镜魅 自信心受到不少影响 踏入演艺圈后 为方便工作戴起隐形眼镜 长出外景 长时间的拍摄 让他眼睛干涩 还有隐形眼镜拔不出来的窘境 后来他进行了非秒近视镭射手术 彻底恢复清晰视力 但那个时候我的困扰是 我必须要戴很多副隐形眼镜在身上 只要一不舒服 我就要把眼睛现在这副拆掉 拆新的戴上去 我到现在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就是没有任何干涩感跟异物的问题 可以说是非常的OK 隐形眼镜是许多人采取的近视矫正方式 美瞳放大片戴上后眼睛水汪汪 不过透氧率低 长期佩戴 对角膜造成伤害的风险也会有所增加 因为我们角膜表皮是一个很重要 保护我们眼睛 避免外来细菌入侵的屏障 一旦感染溃疡的话 如果没有及早治疗 如果造成一些疤痕 那甚至是在中央的疤痕 那么严重的话 甚至是有可能会失明的 根据统计 全球有超过3000万名近视组 接受非秒近视镭射手术 手术先将角膜半掀开 透过镭射矫正近视度数 改变角膜弧度 医师表示手术并非人人适合 术前还需先进行完整的眼部评估 现在的技术也能把远视 散光老花等问题一并矫正 术后也记得保持良好用眼习惯及休息 让灵魂之窗找回最清晰的视野 记者提供生台北采访报道